事情毕竟發生 亡羊捕牢一定要做 雖然大家不滿意 但是非得要做 那今天我們看到 吳智陽已經強調了 他看走眼了 但是強調人是他用 他得要負起責任 也強調說 接下來選期一定會被衝擊 那該怎麼辦 他自己要想出辦法來解決 那我們的行政院長 江永海說到 接下來要有 預防性的防灘的制度出來 大佬 這樣說 好 預防性的防灘制度 要怎麼做 這個說起來簡單 做起來難 因為我認為這個跟人品 跟制度 跟文化 還有跟傳統 其實台灣這個病 雖然沒有中國大陸嚴重 但是已經病得很深 講白了這些建商 還巴不得這官員願意拿錢 因為拿錢好辦事 他們最怕就說 通通不拿錢 這就困難 所以我覺得官員有四種 能不能做事 拿不拿錢 這個結合會有四種情況 那當然最理想的經濟 就會做事不拿錢 這太少了 所以會拿錢也會做事 這個剛剛恰到好處 所以 所以這種結構 不推翻的話 這種事情 是還沒有到 閉絕封清的時代 所以大家繼續努力 但是我們還是要鼓掌 總算辦了一個答案 大快人心 所以我覺得現在媒體 應該是大快人心 要占一部分 但是一直還是很負面 我覺得不好 鼓掌鼓掌 對 要給他鼓勵 他才會做得更好 這是一定要的好 預防性的防灘可不可能做 所以陳議員 那人性嘛 所以太難 但是你們院長說要來做 要研議這樣的制度 所以我記得 馬總統馬主席 曾經在常會宣布過說 要讓公務人員不敢灘 不能灘 不想灘 他在這樣說法 我覺得他這樣說法 廣義而言 就是一個道德性的呼喊 其實人性是本善還是本惡 看到漂亮的女孩子 就說她很漂亮 看到好吃的東西想吃 看到什麼 我不會感覺人性好善還是惡 但是我們因為以前受的教條 教育我們 這個可以做 那個不能做 那很多人 他知不知道他不能做 知道不能做 他人生的選擇他去做了 那一樣 我們要告訴大家是 你做出選擇 你就要付出代價 如果你讓公務人員 我想講 而且簡單 我自己在選舉 這些像葉思文是不用選舉的 他們根本不怕你選 你不怕什麼形象什麼都不怕 你要讓他怕 怕的是什麼 電視台最怕的是什麼 罰錢 其他都不怕 民意代表要選舉人 抓到一次會選 終身不能參選 然後公務體系 抓到了 就抓進去關 沒有什麼一顆罰金 沒有什麼 讓他最怕的東西 富豪最怕就是管收 富豪不怕罰錢 不怕什麼 所以你要找到他怕的東西 你才有辦法讓他知道 因為我們是靠這種東西 去約制他不犯錯 而不是靠道德去約制他 讓他覺得貪污是不划算的 然後投資報酬率很低